另外在公众新闻方面 国泰银行基金会近日举行了2021年度 国泰银行基金会奖学金网络颁奖典礼 表彰获奖的高中生们 这些即将于今年秋季全职就读大学的学生们 每人将获得1000美金奖学金 用于支付大学的学费 国泰银行基金会成立于2002年 将推动联租房 社区和经济发展 及教育视为己任 并支持有益于社区进步和文化与艺术 健康与社会福利 环保与公众服务相关的项目 国泰银行资深副总裁兼社区发展总监 Bill Becker表示 国泰银行非常荣幸能资助这些杰出的年轻人 见证他们实现继续深造的梦想 今年国泰银行收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申请 他们展现出的卓越领导能力 和对社区服务的热忱 让国泰银行格外期待他们的未来 国泰银行基金会联合主席Debra Chin代表基金会感谢亚太社区基金的协助 过去三年亚太社区基金一直是国泰银行基金会奖学金的项目管理员 亚太社区基金会执行长黄群燕出席了颁奖典礼 并向获奖学生致贺赐 为了保障获奖学生和来宾们的健康和安全 国泰银行基金会连续第二年在网络平台上举办颁奖典礼 获奖学生依次发表了获奖感言 感谢国泰银行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并分享了各自对大学生活的计划和毕业后的目标 今年国泰银行基金会共收到了438份奖学金申请 申请人分别来自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德州、马里兰州、麻州、新泽西州及内华达州 国泰银行的87名员工参与了审阅和评分工作 最后亚太社区基金会统计分数选出奖学金获奖者 凤凰卫视白亦成洛杉矶报道